香港第五波疫情形势持续严峻 香港特区政府如何应对当前疫情 未来防疫抗疫工作又将如何展开 日前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未来两三个月是文空疫情的关键时期 特区政府将切实负起主体责任 并用好中央的大力支援 李家超表示 两年来 香港一直严格按照外防输入 内防扩散策略 多管旗下围堵病毒 以动态清零为目标 在过去两年多成功遏止了第一至第四波疫情 自2021年12月底开始的第五波疫情来势汹汹 感染个案数字在短时间内成几何几上升 至今已累计超过30万例个案 为此 特区政府不断投入所有资源 加强各抗疫环节的能力 但病毒扩散速度之快 已大大超出特区政府在检测 隔离设施及治疗确诊者设施等三方面的复合能力 李家超强调 特区政府将负起主体责任 以市民的生命和公共卫生安全为首位 尽快落实所有工作 打赢这场抗疫保卫战 谈及特区政府的抗疫工作 李家超从几方面进行阐述 他指出 在早发现方面 特区政府请求中央协助提升香港的检测力量 广泛派发快速检测包 并会针对高风险楼宇进行更多围风抢检行动 为达到早隔离 特区政府正全力设立更多社区隔离设施 估计总数将超过7万个单位或床位 包括改装三座未入伙的公共乌村楼宇 和两个大型的过渡性房屋项目 足用商业酒店 以及中央原件的9个社区隔离及治疗设施 此外 提升疫苗接种率也至关重要 李家超指出 接种疫苗对避免患上重症甚至死亡高度有效 为长者和儿童等群组接种疫苗刻不容缓 他透露 特区政府争取在3月中旬达到8成和资格人口接种第二针疫苗 儿童接种率在4月中达到9成 安老院及残疾人士院设接种率需在不迟于4月达到9成 最后 特区政府将继续严守外防输入边境管制措施 也将继续执行严格的社交距离措施 李家超指出 为全力提升香港抗议能力 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协助请求 他对中央做出的快速回应表示感谢 他表示 中央为香港抗议工作提供的各方面支援 速度快 数量多 力量大 其中 由中央原件刚刚启用的轻衣社区隔离设施 就是标志性代表 也是第一个完成的中央原件项目 这项工程只用一个星期就建设完工 是香港前所未有的快速工程 完美展现了中国速度 这一项目共将提供3900个应急隔离床位 实时增加了香港隔离设施的供应 李家超表示 特区政府接收轻衣社区隔离设施后 也担负起确保设施运作畅顺的责任 保安局抗议特遣队工作人员 加紧检查设施内所有配套 每个房间均配备床入 通常的日用品和基本电器 照顾隔离人士的基础需要 他表示特区政府会充分用好中央和相关省市 给予香港的大力支持 各方捐赠物资已陆续通过社团 及地区组织派送到有需要的市民手上 而商界及地产界提供的酒店 及兴建社区隔离治疗设施用地 也正陆续上马 针对未来的抗疫规划 李家超表示 特区政府一直坚定 会用好中央支持 团结社会各界 全力以赴抗击疫情 这是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 他指出 抗疫行动中的重要一步 是推行全民强制检测 目的是更彻底地找出 在社区的感染个案 由于规模庞大 政府需仔细谋划 确保有足够的配套 调配充足的人手 目前计划仍在细化阶段 一旦敲定 就会向外公布并广泛宣传 以便市民充分掌握安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